哈囉大家好,我就是在最後的街舞第二季裡面的李宗威C.J.K. 然後我本身是CV台北市的街頭藝人 所以想來看我的話記得來在西門町或者是新營環道衛修 都可以找到我的聲音喔 然後也記得多多支持,多多訂閱 奶老高 耶 呵呵 大家好,我是Nanok,奶老高 喜歡我的頻道的話,在哔哩哔哩跟Youtube都有 歡迎大家訂閱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個在這就是街舞二中很特殊的舞者 但是較少出現在鏡頭中的人物 C.J.POP 李振衛 這好人物跟我在某方面有很深的圓圓,讓我微微大來 C.J.POP 本名李振衛 是台灣街頭藝人出身的舞者 2009年的時候,原本一開始在捷運站跟朋友們一起練舞 突然與朋友們突發奇想,想到街頭去跳舞進行表演 現在2009跨2010年的跨年時刻,在台北新一區華納威秀 香榭大島藝術廣場,進行初次的表演 也讓這個之後在台灣富有盛名的街頭舞蹈團體 Street Party街頭派對開始搭響了第一次的名號 這個團體,2011年是在電視節目鑽石野總會中奪得冠軍 個人也是在這個時候看到他們,然後被震驚到的 這個團體每個人都有獨門絕技,像是現在很紅的折手舞 C.J.POP早在當時就會使用 並且使用的是最難的不彎曲折手方式 等於是將兩隻手臂同時直直的拉到後方 團員中也有會使用很強的Tutting的舞者 Animation舞者,甚至還有擅長帽子戲法的舞者 最特別的是他們還會將電影《大話西遊》中 周星馳的搞笑片段邊進編舞當中 你知道什麼是 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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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 什麼�learなんか嗎? 就是 的迈克尔迈克尔 好難的頭啊 我已經說了不行啊 你還好 完全不理人家受不了你 你再讓我一刀等死你 這個好棒喔 乃洛高一開始做舞蹈介紹的時候 一直不知道片尾要講什麼才好 但是Street Party那段 當當當一直在我耳裡徘徊 所以我才會在最後放上 大家記得訂閱當當當 CJ POP 提到 很多流行文化裡面其實都是歐美的編曲 所以我們接收到的詞 就是他們的流行文化 那我們就在想說 那我們有沒有自己的流行文化 這是我們自己的文化 其實我覺得從小陪伴我們的港劇 台劇 我覺得就是我們從小陪伴的 一種文化 所以我才想用 屬於我們自己華人的方式 的文化方式去 表現出來 所以我才想說 我以前這麼喜歡周青神 那我就把周青神吃了很多段 經典的台詞跟名言 把它拿出來用 然後結合自己的舞蹈 結合自己的表演 所以當當當就這樣產生了 你知不知道什麼是 當當當當當當 什麼當當當當 當當當當 就是 其實我個人認為他們的編舞方式是非常有水準 而且能夠抓住大眾眼睛的 不輸歐美的編排方式 2012年時受邀知名的世界級界舞比賽 just the debut 台灣賽區的表演嘉賓 2013年參與台式綜藝節目 百萬大明星榮獲總冠軍 當年又受邀出國參與澳門NBA明星賽 擔任開場嘉賓表演 能夠在NBA當開場嘉賓的 像是Markey Scott Jabawakis等等人物 2013年又參與了 亞洲捷運杯 成人組 榮獲總冠軍 也就是當時親手接下了 無盡好辦法的冠軍獎項 同一年又繼續受邀第48屆金鐘獎頒獎典禮 擔任表演嘉賓 大家知道在這種舞台上能夠跳自己的作品 而不是跟大家一起跳排舞 是代表作品受到高度認可 2015年參與中天康熙來的最強明星舞團合作錄影 CJ POP 當年又繼續參加台灣Ocean Battle Session Dancer High 五對五冠軍 贏得這個比賽代表著不只能夠在表演上 連Battle上都有過人的能力 在這幾年間 除了比賽屢屢獲獎 也曾在許多發表會上進行表演 像是冰車發表會等等 2016年之後 這個團體因為各個成員的各自規劃而逐漸沒落 CJ POP 重組了另一個團體 Chameleon Crew 變色龍 代表著多樣性跟獨特性 也代表著不排斥任何類型藝術的精神 Street Party的特色就是 每個人都會穿著不同顏色的衣服 時常會戴著墨鏡 不同顏色代表著每個屋者都有獨一無二的特色 在某方面來說 除了戴墨鏡之外 他們還有很多的特色會讓我想到Poreotics 一個知名的世界級舞團 而Chameleon Crew 將Street Party的概念更大化 變成不排斥任何類型的藝術 我曾經看過他們搭配著平衡代步器表演 還看過他們用Finger Touch做代言 非常有趣 CJPOP本人參與電視節目以團之名並以第10名收尾 其間他擔任班長 選人的方式更是以選那個人一定要有一個強烈特色為要求 跟他在Street Party時的理念相同 希望有個特色的藝術家 能夠跟他一起合作並擦出火花 在這世界為二中的團體賽 甚至有兩支舞蹈他參與了很大程度的編排 並跟其他參賽者合力完成表演 然而看似英俊且謙虛的他 這一路走來其實非常的不簡單 Street Party成立處其他並不是團長 在經歷過好幾次的輪轉後 他成為了Street Party末代的團長 並代理Street Party在最後的幾年發揮出無比的光芒 身為街頭舞者的他也常常會被舞蹈圈質疑 CJPOP到底是在跳舞還是在表演 這個問題我親自問CJPOP之後得到的答案 與我心中想告訴各位觀眾的不謀而合 舞蹈就是藝術 這句話不止一揚千禧在節目中說過 Round Off Dance中的天才少年 Sean Lou也曾這樣說過 問他來一句我覺得街舞是什麼 我覺得街舞是藝術 藝術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感受 跳舞就是藝術 舞蹈是藝術 相信更多更多的舞者也曾這樣說過 舞蹈就是藝術 而藝術並沒有框架跟局限 他也不是一場有標準答案的考試 不管是popping還是locking breaking 甚至踏停中 都有許多模仿演戲成分的由來 模仿中國功夫 模仿機器人 模仿老人 模仿卡通人物的手勢跟腳步 所以跳舞中有演戲成分並沒有錯 而是如何將演戲成分完美的結合到音樂中 才是要思考的問題 而也因為他不侷限自己才能不斷的進步 他最愛的兩個舞者一個就是 這就是街舞2的評審Philip Jbib 另一個是Sala 他算是當過Sala的弟子 也因此他在表演中會運用到像 Philip Jbib那樣的legs touch 或是Sala的一些表演方式 他曾問過Sala如何變成有特色的舞者 Sala回答他說 如果你喜歡我的舞蹈 你就要繼續喜歡下去 不斷的朝著我的腳步走 有一天你會突然悟出自己的風格 他說他跳舞想帶給大家的初衷 就是當初他看到Sala跳舞時那種 哇 人體怎麼可以這樣跳的那種經驗感 大家知道在10年前其實網路影片還不是很發達 但他早期對街舞熱衷到大家在網咖打電動時 他在網咖看一整天的跳舞影片然後回家學習 這就是他對舞蹈的熱愛 沒有所局限就是他對藝術的態度 從2009年不斷的努力至今 有多少人能想像一名將街頭舞者當作正直的人物 靠著不斷的努力跟多少運氣 才能夠從街頭慢慢的到電視上被看見 話都是我肯定撐不了10年 是對舞蹈的熱愛在支持著他 目前他仍然有在西門町表演 甚至還有吸收著其他特殊的表演者來當團員 如果各位有空到台北西門町走走的話 說不定會遇到他跟他的團員呢 希望這位又帥又謙虛的舞者 可以在未來被更多人看見 我是Nanoknalagao 當當當 你知不知道什麼事 當當當當當當 什麼當當當啊